炮芙老板是10Q 炮芙老板应该是一个call啊 曹瑞是16同色 一个check 我们看翻牌 翻牌是86 曹瑞这里边击中两对 而炮芙老板是Q10的对等 曹瑞这里边下注20万 Q10是吧肯定也要call的了 那这样的我们来看看转牌 转牌又发出一张8 这张弓盾 让炮芙老板实现了反抄 双方checkcheck来到合牌 合牌发出一张K 这张K要变成了平分 本来是881010Q 炮芙老板是 曹瑞是881010 881010 就是8810106啊 这张K都变成了8810K 平分啊两个人 终于看到一手能打起来的牌了 这手牌炮芙老板拿到了对6 而曹瑞拿到了AQ 曹瑞应该是起一个瑞瑟 曹瑞一般拿到这样的牌都是起瑞瑟的 如果不瑞瑞的话 曹瑞就会有警觉 但是这里边如果不瑞瑞的话就是没有位置 他应该我觉得call的概率会大一些 是个call啊 这样我们来看转牌了 给点力 诶这转牌还不错啊 转牌是一张空气牌啊 大概率是空气牌 曹瑞很有可能继续开一枪的 还就是继续开枪 就是没有嗅到炮芙老板这个跟注有点问题的 就确实很难发现啊 咱们上帝视角会容易发现 炮芙老板这个时候转牌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瑞瑞的时机啊 这张8是偏向于空气牌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把底持也是一个很很好的多大的时机 就像英文说了什么 辅拉是罩吧 就买花什么的 你这时候也可以代表一些买牌这么打 比如90黑桃是吧 就这个转牌通常像局面变成复杂了 是你大牌 尤其这种8你不是特别害怕的牌 是一个起瑞斯把底持多大非常好的机会啊 这里边曹瑞很稳妥直接弃牌了啊 也是炮芙老板这种动作做的比较少啊 第一次做曹瑞还是相信他啊 他们两个其实一直是这样子 都彼此相信对方啊 所以节奏感觉真的打得很慢啊 现在曹瑞这手牌拿到AJ啊 有1880万的筹码 就1800万吧 炮芙有1000万的筹码 哦这手牌炮芙老板用KJ同色进行了一个瑞斯 曹瑞这AJ同色肯定是至少一个尻的 哦翻牌炮芙老板直接击中两对 应该要打一枪的这种牌面看看情况 你是KJ两对啊 而且300就是加注的底持容易就加注入持嘛 容易和这个面有关系 哦炮芙老板竟然没有打 炮芙老板藏了一手 但是哦这回反倒是曹瑞这时候要下注了 90万的底持 哦打了一个超炮 本来是炮芙老板藏了一手啊 这时候曹瑞打了一个超炮啊 转偷鸡 因为毕竟是一个翻牌式底对嘛 这个时候炮芙老板的两对很难气的 会输一些天顺啊 天顺按三 这种牌的概率都没有那么大 倒是A10这样的牌倒是有可能啊 因为毕竟是翻牌前加注入持 90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你很难气得在单条里边 你击中两对 你这个牌别人打个超炮 你很难就直接相信对方 哦炮芙这块 哦我打了超炮你都靠了 结果盒牌发出一张十 这个牌就是求于弗老婆 炮芙老板没有打啊 到了盒牌 曹瑞竟然变成了 持勾圈凯尖最大的牌啊 NAS没有比这牌更大的 350万 加注230万 现在一张成顺了 炮芙老板应该有些难受了 本来炮芙老板应该是想藏一墙 转牌就发出60 他很好的一个 就是进攻的时机啊 可能会觉得 可是没想到牌是 就是没想到 曹瑞转牌打了一个超炮 盒牌 又下了一个很重的桌 盒牌又是这么发的 应该要气掉了 不管是真的是转牌 就是就是曹瑞有真的大牌啊 领先有两对的牌 还是这个盒牌一张成顺 输的牌太多了 现在这个比赛 目前而看啊 势头是在曹瑞这边 曹瑞用18选择平尻 炮芙老板的A8 看样子是个check 筹码扔到中间了 哦 一个瑞斯啊 sorry 我的 用A8间一个瑞斯 曹瑞也是很快的就尻了 我以为是把筹码扔到中间 让盒牌好够一点呢 一个call呢 看翻牌 翻牌是676 这样的炮芙老板是单张成顺啊 5678买9的顺子 同样曹瑞也是买9的顺子 678 90 这样ABB面嘛 炮芙老板起的瑞斯啊 这时候还是借助ABB面打一枪啊 因为有张A 这也不能 也不能说是 就是带着偷鸡性质的一个下注吧 曹瑞这里边还是call 买顺加两高张 哦 结果转牌发出了这张9 两个人全是顺的啊 炮芙老板也是顺的 56789 也是过牌控制啊 炮芙老板 合牌又是一张6 不这合牌发的是真不给力啊 这合牌发的两个人都要check了 因为中7中9都是葫芦比顺子要大 哎呦随便发是吧 两个人都是顺子 至少要打一枪的 因为曹瑞会拆个瑞斯弄不好啊 这样事就打不起来了 那曹瑞还是56789啊 刚大的顺子赢下这个底池 我失败了我的手 我认为我是S9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他拿着说什么 没有听听啊 没有听听他拿着说什么 这就是你愿意失败 我认为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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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要中狗了嘛 我认为S9 我认为S9 这手牌两个人全是10Q 但泡芙老板是10Q同色 看泡芙老板这个10Q同色怎么打啊 也是一个平尻 曹瑞是一个check 这样我们看翻牌 翻牌是7G9 哦 泡芙老板这里边是90勾圈 铜花顺啊 买铜花顺 曹瑞是买上下顺的 花顺双抽 买铜花顺啊 就像一个半投机 曹瑞这里头 泡芙老板这个牌能check race的 绝对具有check race的牌力 果然进行了一个check race啊 加注到80万 有花不买顺啊 有句话叫有花不买顺啊 但是这两个人单挑啊 曹瑞还有位置啊 曹瑞选择call啊 单挑有位置啊 同样啊 其实有花 哦 发出花了 有花你买顺 其实如果买上了 其实也有一定的隐蔽性能 但是现在发出一张红头 曹瑞这个时候 已经变成死牌了 泡芙老板已经是铜花了 还买8还买8K的铜花顺啊 曹瑞老板check埋伏啊 在check race之后 果然是转手 在转牌啊 选择check埋伏 曹瑞没有轻举妄动 进而合牌又发出一张红头 而且这张7是个攻队啊 但攻队没有什么用啊 在短牌里边花是非常大的牌 比葫芦要大了 曹瑞现在只能靠偷鸡 赢下这个底池 而且这个桌面 其实适合偷鸡啊 四张红头啊 而且从转牌发出红头之后 泡芙老板一直在过牌 也给了曹瑞这种感觉可以偷啊 泡芙老板又开始秀演技了 Q花啊 第二大的花啊 面对150万 不太很能弃牌的 泡芙老板又笑了啊 招音带的 应该要说转牌是死牌了啊 其实不但转牌啊 Flop其实也只有平分啊 反正转牌肯定是死牌了 我看出泡芙老板非常的高兴 有点想从言语这些方面做气势啊 想占据这个桌子占据点优势啊 我看出这些人是很重要的 有点兴趣的 我看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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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